你如果没有像刚刚这个问题发生 就是说它是两个以上的话 其实你用Excel函数也做得出来 函数的话,当然你就找这个跟找这个的位置 并且用Mid把它切割放过来就好 所以其实导意没有很复杂 最后再点两下就OK了 所以我们可以怎样? 也许你可以先Find Find什么呢? 可以先把Ctrl-C一下 Find这个就是你可以先插入函数 你可以用文字里面的Find函数 在VBA里面它也许不叫Find 它叫做In3函数的话 其实结果相似 但是In3回来是告诉你哪一个字 它找到了 如果找不到就等于0 等于0就表示说它没有找到那个东西 OK Find的话,找不到的话就回来就是一个错误讯息 就是函好像是那个什么 它有个AlloMessage 所以Find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Find这个里面 在FindTest 哪一个? 应该是 应该是这个先吧 找什么先吧 先找这个 然后记得是一个字串 最好是 因为我记得好像如果加中瓜五 好像会找有问题 反正OK 你可以找中瓜五 或者找加这个也没关系 然后V10就在这里面帮你找 那StarNumber就是从哪个字开始 如果没有给的话就从第一个字 比如说像如果你要找到的 之后的话 你可以再把找到的再加一个字 往后再继续找 也可以做啦 只是相当麻烦 OK 然后它会跟你讲 跟我讲145的位置 然后呢 我们可以找到之后 再把这个Find的位置把它剪下来 再贴到那个MID里面去 MID 跟他讲说 我要从这里面帮我从145 那145找到的话是找到是这个位置 所以我从这个位置帮我找几个字呢 那就是把后瓜 就是后面这个位置 后面把这个改一下 把这边本来是应该是吧 他 不行 应该还是要复制 把这个后面的东西 那这麻烦 就是这个这个比较不好 全形打吗 打得出来吗 全形的话就Shift加空白键吧 看一下全形 OK 然后 这个 也一样可以找得到 这个后不行 不一样 这个好像不是 跟那个不一样 是 跟那个不一样 Shift加空白键 这个一个特殊符号 一样可以找到后面的 然后再把它切割过来 只是说如果你用这个公司的话 它有个问题 它只能切一个 第二个的话 Stat Lamp里面就麻烦 所以如果用VBI做的话 怎么做 也许各位可以试试看 也许你可以用函数带来看 然后再用VBA写写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底下的话 这样就OK了 刚刚那个符号比较麻烦一点 这个 这个刮虎一定要先全形 全形之后再怎么 Ctrl加 那个中刮虎 这样就会出现了 不会有点麻烦 反正这个比较少用 好 那最后做完之后就把它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可是这个部分的话 它只完成一件事 就是说只有一个 但是底下这些都 就是如果有两个以上的话 那就不OK 如果两个以上的话 那你变成说你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你 你要再去找下一个的话 那怎么办 算了 还是用VBA好了 所以如果像以这种例子来看 真的复杂的事情 还是不能用简单的方法 像函数说真的 它能够解决也许是简单的事情 那复杂的事情 你都要让它来用这个函数来解 这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不OK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用VBA写 但VBA的话 也许你可以分两阶段 一个阶段就是说 就是把刚刚的这个动作 没有把它转成VBA 这个部分转VBA 我记得我好像在入门班的时候有一题 就是151 其实这个还蛮像的 然后就是可以把它先转过来 所以转过来就这样 基本上这个程式怎么解决 很简单 就forI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向下追踪就好 因为这个我就不用去算了 605 OK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怎么样 我一样去找什么 找这个前刮5的位置 跟找后刮5的位置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程式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把它 如果我把刚刚的那个逻辑改写的话 forI等于第二列 到他的A2向下追踪的这个最后一列 就回来就是这个就605 接下来的话我就找什么 找干脆我跟刚刚的逻辑一样 我就不加这个 其实这样也OK 那我就找什么呢 特别注意刚刚是用find 可是这里的话VBA我们用instr 那把找到的位置 把这个位置怎么样 把它先存在A里面 A的话这个地方是一个变数 我先把找到的位置放这边 然后把后刮5的位置放这边 那特别是我这边多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A不等于0 意思是说里面是有这个东西的 它就不会是0 那表示是里面有这个东西 那我就做什么呢 把我要的这个中间的东西meat 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储存哥里面的东西 A加1跟刚刚一样 然后呢 B减A 不过这边可能要再多减1 OK 全息 这边减1 OK 这样输出应该才OK 我试一下 这边把它清除掉 清空 然后输出 应该理论上 这个逻辑就刚刚函数逻辑一样 OK 对一模一样 结果也OK 有没有 所以其实 如果你第一阶段做完之后 我们再思考 如果底下要把所有的东西也全部抓下来的话 那可能就要在这个地方动一点手脚 就要把它改成loop OK 就是把它改成do块 那至于这个是最 困难度最最最高的 但没有办法 以后如果你们只会写for围圈的话 那你也只能确定是有固定范围的 而且你也知道要有几个 这问题我就不知道有几个 工作里面 他就是给你这么多个 那我要把里面所有东西一个个都挑出来 那如果你这不会写的话 那变成说你还只能土把裂肝 要不然你就抓一个 其他怎么办 再慢慢补上去吗 OK 而且工作里面这种资料非常的多 如果会的话 那当然会节省你很多的时间 所以第一个 这个部分我想转换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而且之前有讲过 那这个部分比较困难 也许你们先把这个完成 然后再试试看 我等一下再讲这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那这个城市 这个刚刚讲的VBA城市 云端上也有 所以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你们可以一样到云端白板里面 这一个范例叫自串切割 OK 自串切割